大家好,歡迎收看《薩姆爾記上》第18章 上回講到方丈大人好小器 蘇羅就疾到大衛 以至到他後來的蝕卓中伴親離 讓大衛更加更加能夠去上位和作王 越是這樣的時候令到蘇羅越害怕 令到他更加進具失退 在個人的層面我們解讀這些經文的時候 假如我們忘記了蘇羅的疾度合理性的時候 變相當我們解釋大衛的時候過分的白正 而解釋蘇羅的時候過分的黑面 到最後其實是無法應付 因為太白正我們做不到 太黑面的時候我們不覺得我們自己是 可能在很多生活的層面當中 你憤怒諸某個人 你覺得是很合理的同事實際上 其實你正正好像蘇羅那樣 那麼疾度都還沒頂 但如果你不能夠長期去聖策自己 或者明白聖經的時候 又何來批呢 另外一個比較容易 或者更容易忽略的是 這裡講的一些國家的領導人 級數的人物 我們又會不會用這些聖經 不單止只是看個人 而是去看回整個宏觀的世界 又沒有一些領導人 是好像方丈那麼小器 而他們的 approach 和結局又是什麼呢 似乎在現實當中 如果一個國家領導是小器鬼的時候 只要他 either 心狠手辣地排除異己 又或者禁止傳媒來去Bilibala 完之後呢 他最後下台都好 仍然都是大把人來去懷念 以及讚他當權的時候 有幾個No.1 又或者又或者呢 繼續排除異己的時候呢 他仍然呢 似乎到現在呢 都仍是江山穩固 先福永享 但是同一時間 作為一個教會 又或者 作為真的好像聖經這樣的時候 他就舉世無為這樣 來到去評論 當時候掃羅那個問題 但是同一時間也都不會 不會走漏了大衛 是他那個背後的一些心機 各方面的一些 concern 究竟教會在這些層面裡面 作為這個大時代神的登台的時候 又會不會來到去 comment這些東西呢 還是我們覺得 下台那個小器鬼 是神的帶領 好像耶穌降世一樣 而至於未下台那個小器鬼 我們又會說 我們不 comment政治基徒 不應該說的 這些政治立場的東西 不說 又或者是說到 我們最好就是順服掌權者 為這個掌權者 哪怕很多東西都是得罪神的時候 我們繼續為他祈禱 這些都值得我們來反省 Anyway 繼續move on 看大衛和蘇羅之間的一些對話 有天蘇羅對大衛說 我想把我的大女兒米拉嫁給你 但是你要英勇地替我去為主作戰 其實蘇羅心裡想 我叫他去跟非利私人作戰 有敵人你殺他 好過我親自動手援 借刀殺人 這招之後 這個大衛都融過在烏里亞身上 還搶賣人老婆 這些以退為進 挺聰明 到了婚禮的日子 蘇羅突然把米拉嫁給米荷拉人雅德烈 這個其實蘇羅又有一個蝕卓位 假設之前那一仗 大衛不停的 問題癲癲都多 就說打贏了哥利亞 有什麼賞賜 其中一個賞賜 就是除了免稅之外 就是娶到他的女兒 做王的女婿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兩傢伙 都是非常虛偽的 如果蘇羅是這樣 其實他骨子裡 國懷鬼胎 就是想來打贏大衛 但大衛可以理所當然 說什麼啊 我已經打贏哥利亞 你之前的Promise在哪裡 快點對演 速速放 不要兩頭亡 但他又說了這麼黑套 說什麼啊 這些垃圾地底泥 不配的 如果真的出現的時候 有反應 我不知道這件事發生 是否after 蘇羅去輪槍 想打倒他的事件 用經文的排列 你剛才說了 理論上這件事是after 一個這麼恐怖的外父 是隨時想打贏你的 你又不介意做他女婿的時候 真的挺可怕的 大家都 少女藏都的程度 現在蘇羅的第二女 米甲愛上大衛 蘇羅知道了就非常高興 他心裡想 我要將這個女 許配給大衛 成為他的網絡 借菲利斯人的手 來殺他 他對大衛說 你仍然可以做我的女婿 以前來講 以前來講 身在平民百姓家 可能 門當戶對的時候 已經可以去分嫁 但是 去到皇室 領袖的家庭 這個女兒 通常用來做一些政治籌碼 而這個兒子 即是說 他的手下 又或者是跟他 其他國家的領袖 他們都會用外交途徑 拉攏途徑 來做這類型的政治婚姻 當中 當中是否真的有一個真愛 在當中 值得去問 但是 這段經文記載 可能因為大衛英俊 可能因為大衛的出色表現 聖經記載 真的喜歡大衛 但是 蘇羅聽了 反而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可以 既借刀殺人 但同一時間把這個女兒 變成大衛的網絡 看看她的奸計 可不可情 因為我要把弟女嫁給你 然後蘇羅又吩咐她的神僕 私底下 向大衛說 王欣賞她 群神都愛戴她 勸她做王的女婿 有趣 當年大衛 問題天天多 然後 把聲音傳到蘇羅 就得到一個 打贏 哥里亞 楊明立曼的機會 現在蘇羅又用了 類似的招數 跟她自己的神僕說 然後 咬耳朵 傳到大衛 其實你真的做到女婿 你之前那次 我已經斷了一個 promise 不要緊 或者我想打贏你 也不要緊 這些當然不會說出口 但是大衛這麼聰明 怎麼會不知道呢 蘇羅的神僕就照樣對大衛說 大衛回答說 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 又怎麼會做我的女婿 大衛繼續來到去以退為進 神僕將這番說話向蘇羅回報 蘇羅就吩咐他們 你們去告訴大衛 我要的聘禮 只是一百個菲利士人的羊皮 等我向我的敵人報審 其實 蘇羅是想大衛死在菲利士人的手上 其實一百個菲利士人的羊皮 有多少呢 好像不是很多 如果大衛一人抽一百個 那是難的 但是他也有手下 你給了他做千夫獎 大哥 那為什麼不一開始 就說要一千個呢 大衛聽了之後 就很高興地接受了這一頭親善 那當然啦 因為少人嘛 你說一千個或者一萬個就難一點 在限期來到之前 他和他的部下已經出去殺了二百個菲利士人 所以大衛和蘇羅鬥的 蘇羅真的低焦很多 將他們的羊皮呈現給蘇羅 蘇羅只好將韋甲嫁給大衛 即是出一些難一點的題目 或者出三條題目 當年譬如金庸講這個天龍八寶的時候 明明那個僑峰已經是眾望所歸 但是他都出三大難題 完債之後才被他做丐幫幫主 有少少類似這樣 所以呢 大衛對夠二百個 那順帶一提 其實這裡也都反映了 為了做王的女婿 那我們很少來提及 那二百個菲利士人其實是很無辜的 還有如果你是大衛的時候 他只是說要非利士人的羊皮 即是包皮 就沒有說過要戰爭以下得理 這樣將心比己的時候 我和大衛加根除他的人 當然去襲擊那些無辜的平民百姓 那些村莊 這樣就最容易拿到些羊皮 那當然這個也有危險的 因為你要深入府 去到那個村莊 然後偷窄 都不是一件完全容易的事情 但是呢 這個反映了其實呢 這個政治的可怕 除了其實女兒純粹是一個籌碼 純粹是一個象徵 我變了良王的女婿 另外一個就想借賭殺人 各方面 同一時間 人是可以犧牲的 在這個情況下 蘇羅知道主與大衛同在 自己的女米甲也都很愛她 就更加懼怕和受恨大衛了 其實呢 在最後他做什麼事 我就是蘇羅 最後都會令到自己的虧搶 和更加懼怕 然後呢 又令到大衛的氣勢 還有呢 那個的底氣 更加如日方中 現在做了王的女婿 即使第二次真的有機會 繼承王位的時候 你都不可以說她是散奪 各方面 as long as大衛 不是親手堆嵌蘇羅的時候 每一次跟菲利時人交戰 大衛的表現 總是比蘇羅的軍官更為出色 所以大衛就越來越受到民眾的傳送 那幾人都是那一句 不是單止打手段 大衛的確有她把握的地方 單打獨鬥 未必可以像三孫一樣 和巨人哥利亞什麼 但她很聰明的 可以用甩石 但同一時間她 delegate organize 帶領 又或者呢 令到其他身邊的人 心服口服 又或者好像萬人迷 令到嵐女 這樣她都是非常之厲害的 以至到呢 本來可能 如果一個女 對蘇羅 都還有多少少父女情的時候 都還可以 在那裡收到一些封 拿到一些報告 但是呢 似乎呢 蘇羅連這一點都得不到 那你可以 可想言之 大衛的魅力有多大 但是同一時間又可以看到 蘇羅呢 有多麼黑人憎 某程度上 連個女兒都不幫她 那就是 again 這樣 亦都可以看到就是 那個宮廷 或者政治鬥爭 有多殘忍 雖然 雖然呢 這一段經文的那種政治鬥爭呢 是不會波及到平民百姓的 也就是說呢 那個民生上面 which is 是聖經 在無論先知書 或者摩西五經 最care的呢 都不是太大影響 這樣呢 這個呢 究竟誰對誰錯 或者 當中 你去細味那種角懷鬼胎的 就未必 未必是 聖經最著眼的地方 但是 要 去令到無辜百姓 來去 至少是敵人 雖然是 你到他被殺害的時候呢 那這個呢 如果你看回 即使是生命記裡 都未必 未必 每一次都 recommend 又或者你未必 能夠每一次都說 這個呢 就是合神心意了 這樣 這樣值得反思的 那今天分享到這裡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 Bili Bala Talk